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条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 是目前最长的跨海大桥 包括桥、人工岛和隧道组合而成 桥的走势好像英文字母Y 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 一边是香港 另外两边是澳门和珠海 澳门大家都很熟悉 只有六十多万人 博彩业是经济重心 这个小小的地方 在全球人均生产总值排名上 稳佔三甲之列 珠海面积大过香港 但人口只有一百六十多万 和深圳都是八十年代初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 不过发展就被深圳大幅拷离 交通改善令到珠海再次成为各界焦点 大桥通车会否带来新一代的人流、物流、资金流 令到珠海成为下一个深圳 这一天天色不好,风又大 还只有几度 但都无了这个上桥团团友的兴致 很帮忙,能够搞到一桶桥 但天气太冷 好开心 今天天空不作美 如果天气好更漂亮 今年年初 这些以近距离欣赏 港珠澳大桥围卖点的旅行团 开始在市场出现 一日游的话 每位百多元人民币 包午餐 还包90分钟坐船出海 星期六日很多时都爆满 除了上桥团这些生意之外 这一条造价千亿的大桥 市场当然期望 通车之后 会带来庞大和长远的经济利益 我觉得港珠澳大桥开通了以后 对西部的发展整个都有好处 因为香港这边的很多服务业 很多的消费都可以往那边走 当然最好当然还是珠海 因为毕竟港珠澳大桥 一过去就是珠海 对吧 当然我觉得除了珠海以外 中山、监盟都还是可以锁毁的 港珠澳大桥带动什么呢 带动香港的活务业 创新产业 往那边进行合作 现时由香港去珠海 搭船大约要70分钟 如果坐车 就要先北上深圳 经过乘日塞车的虎门大桥 再转回来珠海 动下就三个多钟 不过大桥通车之后 用陆路去珠海 就只需要30分钟 对时间就是金钱的港商来说 尤其重要 深圳一上火车就到了 那个交通费用又便宜 珠海的交通费用又比较贵些 所以这么久以来 经济上都是落后于广东的东部 香港厂商何良梅 从事打印机号材生意 1988年已经来珠海设厂 一做就做了30年 目前是全国最大的打印机号材企业 他说当时香港厂商前铺后厂的焦点 绝大部分都放在深圳那里 他们都考虑过在深圳设厂 不过当时珠海接待他们的态度 和政策更加友善 所以他们就落户珠海 何良梅说深圳已经高度发展 而大桥通车又改善了港珠之间的交通 珠海对港商的吸引力 会大了 以前香港和深圳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竞争对手 香港和珠海 我相信现在是一个很互补的 因为珠海也有一些缺点 香港可以补偿 香港有一些需求 你向东走就比较难些 向西走 好像当初我来选工厂的地方 你的心情或者支持你的力度 可能珠海会大些 他们现在开始开发和生产3D打印材料 和打印机 除了用在工业上小批量生产之外 教育甚至医疗原来都是大市场 过去30年 珠海都不是发展劳动物集工业 而近年它们更加加强科研方面的投资 打印耗材也是其中高增长之一 虽然珠海地方小 但原来在科研方面 一点都没有省着 以2016年的数字计 科研支出占GDP比率达到2.48% 在大湾区内九个城市中第二高 仅次于深圳的4.32% 好像这间锂电池製造商 总部在珠海 用这些锂电池的电动公共汽车 在珠海路面很常见 珠海的绿化比率 然后明年还有一大批 这个逐步 这个新能源汽车 可以在街上的话 应该是随处可见的 珠海的绿化比率 人均道路面积等 都是在前列位置 连续多年 线联中国最移居城市 而且以人均生产总值来计 在大湾区内九个城市中排名第三 仅次于深圳和广州 而另一个特色 是海岸线在大湾区各个城市中最长 令到生态环境更加异人 也造就了一些相关工业的发展 好似做船业 你玩来玩去都是在香港的水域里面 玩到厌了 但如果你在大湾区 开放了 你不要说 变成我们是外资 或者是什么 如果你比较自由 你玩的水域都玩多了 珠海有成一百多个海岛 你可以去很多海岛去玩 你玩游艇的范围是大了 罗显迎家族的船厂 在香港有超过七十年历史 在九七年搬来珠海斗门 成为当地第一间做游艇的船厂 他说等了港珠澳大桥二十年 终于等到通车 他相信只要政策配合 香港澳门和内地对游艇的需求 会受到刺激 目前珠三角地区 游艇连产量超过二百艘 珠海平沙 是中国最大的游艇产业基地 去年年中 内地当局允许港澳游艇 在一定限制之下 在大湾区内几个指定口岸 简快入境通关的手组 业界叫他们做游艇自由行 罗显迎坦然 消息对生意暂时没有什么帮助 不过认为这是很好的概念 可以让大湾区内各地互保不足 香港现在很多游艇 有钱买到游艇 但是它没有拍位 如果大湾区开放了 香港不够地方没有游艇会 这里建了游艇会没人用 金座船拍到这里 我们港澳大桥开了很方便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车来到这里 然后拿着船去玩 是否一个很大的机遇 2008年金庸海啸之后 以外销游艇为主的他们 少了很多订单 开始做其他功能的船隻 好像拖轮 保约船等等 长远来说一带一路畅意 又为他们带来新市场 这艘船是去曼加拉 是一个比较新的国家 这个基本上是得益了一带一路 那一带是如何 你要靠建很多货柜码头 才能带动到这个运输业 你建了货柜码头 就像刚才所说的 这些货柜船 能靠船是要靠这些拖轮 去推顶码头 珠海斗门有先进的制造业 亦都保留了一些村落 村民还懂得说当地方言斗门话 我是斗门南门人赵盛和 我是宋艺王的三十最后人 各位观众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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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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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国际级城市 创业成本同样是国际级高 租金 工资 交通 材料 什么都贵 如果香港人 能够在香港赚钱 存钱 在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创业 享受便宜些的营运成本 可能有机会化人一步 实验梦想 未来几集 我们会和大家介绍 像你和我一样的香港人 在大湾区不同城市 用几十万创业投资的故事 在大湾区内 珠海拱北 有一间开了大半年的咖啡店 老板Vincent是香港人 太太Serena 是在澳门工作的珠海人 住在珠海的Liana 是Serena的妹妹 平时负责看店 她们都会问 你们一看 可能不像本地 是否澳门来 接着她们又会介绍自己的朋友 所以变了我们这里 慢慢越来越多了澳门 其实香港都有 她们都会说 我们香港过来 刚好在附近 就进来吃东西 Vincent两夫妻 一直都想开一间近海的cafe 在珠海这边开 两层铺面 加上有成二千尺 租金只是两万元人民币 算上装修、家司、存货等等 开业成本大概是 六十几、七十万人民币 如果你在香港做 是可以 但是你的规模相对 又要再进一步收窄 我现在打给你 我这里可以做到 1900、2000尺左右 但是我在香港 可能我做到400尺、500尺 可能都没有 包括所有东西 那变成了你的生存 营商环境 你就很难走得到 因为你走得到 你的客户的数量 始终是有限的 cafe的野食 定位算是中高价 不过现在已经收支平衡 因为珠海人均收入 其实都挺高 你觉得它的城市 好像很静 没什么人 但其实它人均消费力 是相对都有 差不多的 不差得过深圳 因为可能它始终是 依奉着澳门那边 它的经济活动 或者是一般市民 珠海人去那边 做一些外劳的工作 赚到回来的收入 亦都相对是高的 在内地做生意 注册登记分两种形式 一种是个体工商户 另一种是注册公司 这间cafe是个体户 只需要提供身份证 回乡证 以及店铺租任合同等资料 他们交给代理缴 大概两三个星期就可以办妥 自己在香港上班 太太就在澳门上班 两个人周末 会回来珠海店铺帮忙 平日由太太住在珠海的妹妹 和她的朋友Shenna 负责看店铺 这种名符其实的港珠澳融合 Vincent觉得可能是未来生活的趋势 社会变得很快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规限于自己 一定要留在香港 或者留在哪里 加上现在珠海 由水路、陆路都通到香港 其实我觉得交通解决了 你去哪里住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说将来和其他城市 如何整合 我想要再留意一会 因为始终整个概念刚刚出来 珠海在港珠澳三个地方之中 面积最大 土地发展空间亦最多 其中一个最大的海岛横琴 就是近年发展的焦点 横琴和澳门只是一水之隔 距离最近不够200米 2009年中央将它升价为 第三个国家级新区 并推出大量的优惠政策 横琴就成为珠海经济特区中的特区 现时通往澳门的口岸 实施24小时通关 这个地盘是由一间香港上市集团 发展的综合旅游娱乐项目 计划中包括酒店、体检美容中心 以及娱乐设施等等 看到有三栋楼 包括有写字楼 会有我们的健检服务的一个项目 甚至乎我们有一间酒店 都是国际级品牌营运的酒店 项目会分歧进行 第一期主打国际级体验娱乐 和多个国际知名品牌合作 好像这间美国公司 就是第一次打入内地 甚至亚洲市场 是一个国内的项目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港资有一个优势 第一就是作为港资 我们也是香港的上市公司 在操作上高是很透明的 这些这样的大品牌 很多时他们进来中国 很多时担心就是 他们合作的伙伴 是否安全呢 是否长远呢 在沟通上高 是否大家会比较容易呢 我觉得港资的企业 是有这方面的优势 而最重要就是 我们会尊重 或者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 他们会觉得很安心 第一期将会在2019年初开幕 预计那年的客流量 会有500万人次 包括大湾区 甚至广东省内各城市 而且他们觉得 内地年轻一代 是一个有潜力 但是被忽略的市场 其实看回周边 香港、澳门 甚至广东省 其实适合年轻人 尤其是18至35岁 这种阶段的年龄层的人 去玩的地方 其实是严重不足的 香港就是消费 即是shopping 我们经常是购物 而澳门就是博彩 很多是奢侈品 其实都会在香港澳门开了 我们反而是着重旅游娱乐 旅游娱乐 集中的就是中国内地 现在的中产 他们一家大小 例如自驾游或者自由行 去过来这里 可能他们的洗肺 都会停留一个合理的水平 目前一共有135个项目 在横琴道进行 总投资金额超过3,800亿元 注册的企业突破4万间 除了休闲娱乐 还有医疗、金融、创新科技 和教育等等的行业 虽然大桥通车 会大大缩减交通时间 但投资者都希望 落实到具体交通和通关安排的时候 各方面可以更有弹性 更加宽松 要有人流 第一件事是方便 每一个人促使他 尤其是在旅游娱乐方面 我去到不去一个地方 第一个考量就是方不方便 有没有点对点的交通配套 而点对点交通配套 中间清关的时间 或者我过关的时间 需要多久 是不是需要等候很久呢 有人说太困难 可能他们会选择 不要了 我都要去一些方便的地方 港珠澳大桥的另一端 是连接澳门 这间位于澳门路藤的新赌场 赶得设在农历新年前开幕 其实每隔几个月 澳门就有全新的赌场开幕 博彩和旅游业 是澳门的经济支柱 博彩业带来的税收 占当地财政收入八成 而只得六十几万人的地方 去年就接待了三千二百万人次的旅客 当地旅游人才公不应求 配合业界的发展 在这么多年间 是不断增加课程 去扩大我们的收生额 所以到今时今日 我们已经有六个学士学位课程 另外也有 夜间也有 也有 也有几百个不同的 专业类别的课程 学生人数方面 现在我们在本科教育层次 有大概一千六百名 但在专业培训 我们每年都培训超过两万人次 当中包括本国的学生 也有大湾区的学生 也有外地的学生 澳门旅游学院是公立大学 1995年成立 提供厨艺 酒店 文化遗产管理等 六个学士学位课程 目前学院有近三百名学生 不是澳门人 而今个学年 整体报读人数 超过收生人数四倍 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 其中一个定位 就是为区内培训 优质旅游业人才 这班是澳门旅游学院的二年级学生 修读厨艺管理 这一日学习制作法式甜品马卡龙 班上有来自大湾区的学生 Eason是佛山人 特意过来澳门读书 因为觉得澳门 本身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酒店、餐饮水平都达到国际级数 在佛山很难学到这个水准的西式高点 他们做出来是 层次、味道都没有这边做得OK 相对整个技术 各方面的理念 都未跟得上 澳门是好很多 在这方面比内地好太多了 你有一个站在巨人的建坊上 你自己都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院长黄竹君说 学生有机会在全球五百多间的机构实习 而且学院也会为 包括广州和珠海的高等院校 提供酒店方面的专业培训 希望帮助他们达到国际标准 他相信陆路交通改善 长远会令到自驾游或一程多站式的旅客 数目大增 香港、澳门、珠海那条桥之后 在香港机场进来的旅客 会不会有些时间过来澳门去游览一下呢 如果游客来到或是他去远程的 他会不会想再去一程多站 去看多些 才令到他整体的旅游体验有所提升 令到他觉得有价值的时候 他便多来 我觉得在这个旅游发展上 其实几个邻近城市 当交通便利 当大家是错位发展的时候 整体是有个互补的作用 能够做大这个旅游发展 或者做大旅游市场这个病 乔本身只是一个连接不同地方的基础 若果真的要做到联系、交流的作用 推动发展 软件好像车辆通关 口岸规划 就变交通配套等安排十分重要 这个政策领域 相信要各方面做好安排 下一集 我们会走进大湾区 两个著名桥乡 一个是港人退休首选中山 以及传统华侨投资焦点江门 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之下 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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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ug好